好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流通环节 备书完了之后呢 最后在付款之前可能会有一个成对 那我前面给大家已经铺垫了 一说成对 记住了 只有在汇票中才会出现成对 本票和支票是不需要成对的 原因知道了吧 因为本票支票是G7的呀 而成对只有在汇票中有 而且再进一步的 应该再具体 应该是只有在远晚期的商业汇票中 特有的一项制度 好吗 这个我们学完以后一定要清楚 开出的一定是远晚期的商业汇票 它才需要成对 如果说商业汇票里 你也开出的是G7的 见票就付的 那也不需要成对 既然是需要成对 所以下面开始要在规定的提示成对时间内来成对 所以这个提示成对是有时间要求的 你要过了这个时间没有做提示成对 你会丧失追索权的 所以大家把这个提示成对的时间该记的一定要记 看好了吗 远期汇票我在前面给大家做铺垫了 它有三种 第一种付款方式叫定日付款的 就是某年某月某日它都指定了 所以这票一开出来 您就知道哪一天是到期日 像这样的票 记住了 都应该在这张票到期日前完成成对 第二种远期呢 叫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 除了定日付款的 还有出票后定期的 像我刚才给大家举例子了吧 定日付款的是我今天4月25号出票了 我明确给您写的付款时间是写2022年6月30号 那这就是定日付款的 我要写一个自出票日起三个月后付款 那你就从今天出票日开始往后推三个月 这两个记住了特点是什么 当您在出票 只要一完成 意味着付款日期确定了吗 付款日期就已经确定了 这两种远期汇票的特点 看出来了吗 我把票也开出来给了您 您自然就知道您拿的这张票什么时候到期 您就可以行使付款请求权 所以由于它的付款日期在出票时就已经确定了 因此法律说你应该什么时候完成成对呢 就在这张票到期日前 什么意思呢 它真正给你的成对时间应该是从出票日这天开始 一直到这张票到期日之前 你随时可以完成成对 看出来了吗 所以它真正成对的时间就是从一开始出票 一直到这张票到期日前 所以大家看远期的汇票 它的成对可以在一开始出票就完成 叫先成对然后再背书再接着流通 也有可能是先出票然后背书背书到最后付款之前再成对 所以成对发生在前成对可以发生在后都行 好了这是一个 如果你不在这个时间成对 记住了你就会丧失二次追索权了 好吗 因为到期的时候你不知道找谁去要钱呢 因为远期的汇票只有谁成对 谁才承担付款责任 你没有成对你找不着付款人呢 对不对 好 但如果是一张见票后定期付款的 我前面讲了这里在出票的时候 您把这张票出完之后 出票完成后付款日期确定了吗 它是属于付款日期还没确定了 还是处在不确定的状态 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到期 因此要想确定付款日期 一定要记住了 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成对 这个时候的成对时间很短 就从出票日期一个月之内 只要在这一个月内成对了 你成对的时间就写在票据上了 这是根据你的成对日 这个见票日就是成对日 以这个成对日期再来算付款日期 这样你才能确定 所以这种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 你不能确定成对日 就意味着你付款日也没法确定 所以它得要尽快成对 好吗 好 这就是第二个 把时间记住了 第三个见票就付的商业汇票 那就无需成对了 OK 这就是提示成对的时间 好了吗 好 把这一块一定要选择提起清楚了 如果不在这时间内完成成对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主权力不会丧失 但你的追索权会丧失的 好 要知道它的结果 至于说我要是提示给成对人 需要他成对了 那么他应该在多少天内完成呢 记住了 在收到了这张提示的汇票之后 要在三天之内做出是成对 还是拒绝三天 三天只要不表示 那就视为拒绝成对 好吗 好 把这三天大家再记住了 就OK了 好 然后大家重点看的就是 成对的时候 它也是票据行为 它应该记载的事项是什么 大家要记住了 绝对的必要的记载事项是俩 第一 成对这两个字 必须在票据上记载 第二个是成对人成对完了 一定要签章 这是绝对的 如果缺少这两个事项 票据行为无效 相对的必要记载事项 写的是成对的日期 但是这里得特别说明一下 如果开出的是一张建票后 刚才说的定期付款的汇票 那这个时候成对日期 就不是相对记载事项了 它就变成绝对记载事项了 因为你必须得记呀 你不记你就没法确定付款日期呀 所以除了这个建票后的 像定日付款的 出票后定期付款的 那你就可以记 可以不记了 好吗 好了 下面最主要的是 如果你记了会导致成对无效的 大家看就是负条件了 如果你负条件了 就不是条件无效了 是整个成对 整个无效了 这一点记住了 不同于刚刚讲的背书行为 因为背书人在背书时 可以负条件 只是条件无效 但不影响背书 但你要成对时 你要负条件 整个成对是无效的 不同的地方 好 这就是他的记载事项 最后很重要 这是分析题 如果考就考在这 只要有人一成对了 别管是银行成对了 还是出票人自己成对了 会发生什么效力 对于付款人来讲 他就成为票据上的债务人 他就得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 他就成为真正的付款人了 在没有成对之前 他不是真正的付款人 所以谁成对 谁就变成票据上的主债务人了 对于持票人来讲呢 他就获得了对成对人的主权利 付款请求钱 所以持票人拿着这张票就找成对人 谁在上面盖了成对人的张 他就找谁去要去 好吗 好了 这就是他的效率 这大家清楚就OK了 看完了 我们好好练练这道题 乙公司在跟假公司交易中 获得了一张500万的一张会票 上面写的付款人是谁呢 是丙公司 乙公司呢 就请求成对的时候的 丙公司就在会票上就签住了 成对 但是写了一句话 假公司必须款到后 我才能支付 看完这句话就应该能判断出来 这等于是付条件成对了 丙公司等于在成对时不是无条件的 是付条件 那整个成对行为是无效的 这样的话下列关于丙公司付款责任的表述中 让大家选正选 那只当根本就没成对 那丙当然不承担付款责任 所以A 丙公司视为已经成对了 应该付付款责任 错了吧 应该视为是丙公司拒绝成对 所以丙公司不承担付款责任 假公司给丙公司钱完了之后付完了款 丙公司才承担 错了吧 无条件 按照假公司给丙公司付的多少来确定 这都不成立 所以您就记住了 付条件的成对视为拒绝 既然拒绝 它就根本不承担付款责任 好了 准确答案您答对了吗 B 把握好了 好 这就是成对 所以在这个环节中 大家记住 它仅限于发生在月晚期的商业汇票 即期的没有 所以它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提示成对 你得找谁成对人家 要么就找出票人的开户银行 要么就找出票人 总之它就两种 要么银行成对汇票 要么是商业成对汇票 凡是定日付款的 出票后定期的 你一定是在这张票到期日前完成成对 但如果是一张建票后定期付款的 一定要在出票后的一个月之内赶紧完成成对 如果你不履行这个成对的这个要求的话 时间一过 你就会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 至于说成对人在成对的时候 一定是无条件 不能付条件 如果你付条件 就视为拒绝成对 如果你真的无条件成对了 特点就是谁成对 谁才真正变成付款人 承担付款责任 好了 这就是成对啊 下一个行为就是保证了 讲到保证的时候 大家知道 哎 这不是担保吗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保证 跟一般的 我们前面讲的民事保证 是有很大差别的 所以大家去学这个环节的时候 三个票据就没区别了 都可以提供担保 都可以给票据上的债文提供担保 但是票据上的保证 跟我们前面合同法那一章 讲的一般的民事保证 差别很大 首先看第一 它因为也属于票据行为 所以它是独立的 保证要享有效 应该具备的记载的事项 绝对的必须要记载的 大家要记住了 第一 首先必须有保证两个字 必须得有 第二个 保证人的名称必须得有 名称和住所 保证人得有 第三个 保证人的签章 这三个是绝对的 必须的要记载的事项 第一 有保证两个字 保证人上面签章 还有他的名字 这里提示的 当出票人的章 不符合规定 整个票是废票 剩下的 背书人 成对人 保证人的章 只要不符合规定 只是他自己的章无效 不影响到其他签章 又重复一遍 再三强调这一点 好吗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票据中的保证 记住了 不是单纯的担保行为 它是一种独立的票据行为 知道吗 它基本上没有主从关系了 必须在票据上记载有关事项 才能发生票据保证的效率 所以它跟一般的民事单保不一样 它特别强调格式 你既然保证是一种票据行为 所以该记的事项 仍然强调刑事要件 你不具备这些刑事要件 票据行为根本就不生效 这点要清楚 如果保证人他没有在票据上 写上保证两个字 而是另外签了一个保证合同 或者是签了保证条款 这只是产生一般的民事担保 不发生票据上的保证 所以你可以发生担保法上的保证效率 但你绝对不发生票据保证的效率 好吗 这个大家要理解它 所以一定要强调格式 紧接着 保证当中相对记载的事项 是什么呢 凡是已经没有写被保证人是谁 就说我没写被保证人 我光写我自己保证人的名字了 没写的话 推定为谁 凡是这张会票都已经成对了 当然推定为你是给成对人做保证人 既然你给成对人做保证人 那就意味什么 成对人本身就属于主债务人 那这时候你保证人承担的一定是什么 当然是主债务人的责任 这个时候你跟这个被保证人身份是一致的 它具有同一性 这一点跟一般的民事保证不一样 你给债务人做担保 它绝对它是主债务人 你一定是除债务人 票据的保证特殊就在这 你给票据上的主债务人做担保 你也变成主债务人了 你给票据中的次债务人提供担保 你也变成次债务人 你的身份是要跟被保证人身份一致的 它不是绝对的主从关系 好吗 如果是一张没有经过成对的会票 那一定推定为你给出票人做保证人 OK清楚了吗 好 这是第一个相对记载的 第二 没有写保证日期就跟背书日期是一样 出票的那一天视为保证日期 你看对比一下 如果你没有写背书日期的 也不影响背书的效率 那推定为是这张票到期日前背的书 而你保证日期要是没有写的情况下 就推定为从一开始开票 你就承担保证责任 这个推定大家要把握好了 好了吗 好 在这都看完了 我给大家粘贴了一张表 关于日期问题上 一定要把这几个看明白了 上来一开始 出票日期 如果你没有填写 这属于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这个时候票一定是废票 无效了 出票行为是无效的 看好了啊 剩下的除了出票日期之外 付款日期没写 背书日期 成对日期 保证日期 如果没写 都属于相对记载事项 都不会引发这个行为无效 但是要会推定 付款日期如果没写 在汇票里推定为见票就付了 背书日期如果没写 就推定为是这张票到期日前的背的书 要是成对日期没有写完的 这时就推定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的 是在 以成对人作为提示成对的汇票之日期 第三天作为成对日期 你不就给你三天内吗 对不对 保证日期没有记载就推定为出票日那天 就是保证日 好了 这些大家作为选择体该记要记 有关日期这一块 好吗 好 这个大家清楚 这是第一个保证的格式 刑事要件 那么提供了保证之后 票据上的保证责任 它的特点 一定大家注意和一般的民事保证 它的区别一定要清楚 这也是不排除会出在分析体 所以大家不能够套用民法典当中的民事保证 你看不一样在哪 第一 保证人跟票据中的被保证人负有的同一个责任 这同一个责任怎么理解 就我刚才说 它不是绝对的主从关系 保证人不是绝对就是从债务人 不是的 它在票据中跟被保证人身份是同一的 只要被保证人是主债务人 它也是主债务人 被保证人如果是从债务人 它也是从债务人 看到了吗 所以持票人对于被保证人能够行使的权利 都能向保证人去行使 这个时候保证人是没有先诉抗变权的 因为它没有主从关系 它各自都是独立的 所以这时候持票人哪怕没去找被保证人去要钱 他直接就找你保证人来要 你不能抗变 好吗 这是第一 第二 当保证人是俩人以上的 就跟一般民事保证不一样 绝对付连贷 没有案分 那我们前面学一般的民事办单保证 俩人以上叫共同保证 有约定的付案分 没约定才付连贷 票据上没有 票据只有连贷责任 第二 第三 保证时也不能付条件 如果付条件并不影响保证责任的承担 那这话看完了和哪个一样 结论记住 和背书是相同的 只是条件无效 但是保证行为有效吗 照样有效 好吗 好 接着 保证人在清长完之后呢 对被保证人 以及所有他的前手 完全可以行使追索权 因为他是独立的 好吗 这就是保证的责任 看完了啊 我们简单总结 这个票据中的保证 票据中的保证 跟一般的民事保证 最主要的区别 看出来了吗 票据中的这个保证 只有连贷责任保 没有一般保 而我们一般的民事保证呢 是既可以是一般保证 也可以是连贷责任保证 但是在票据中 没有一般保 只有连贷 所以票据中的保证人 是无先速抗辩权的 他不能抗辩 看见了吗 但是在一般的民事保证当中 一般保证的人 他有先速抗辩权 这是第一 第二 票据中的这个保证 是独立的 所以他不存在着主从关系 他和被保证人的身份 一定是一致的 他要么就是主债务人 要么就是从债务人 他有可能成为主债务人 但是在一般的民事保证中 你不管承担哪一种担保方式 你始终的身份都是从债务人 但是在票据保证中 保证人有可能就变成主债务人 这就是他最大的区别 好吗 这个大家能够明白 这就是保证 好 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就该付款了 好 这一付款的话 大家主要记得 就是提示付款期 这个容易考成客观题 大家该记要记 三个票据都放在这了 即使这票到期了 你要在规定的期限内 去付款去 你不在规定的提示付款期内付款 你也会丧失追索权 我们学完这不能光知道支票啊 我要一说支票 大家立马就说 王老师我知道 十天 因为我们平时单位用的都是支票 我把支票开给你了 你一定要在十天内 赶紧去到银行兑付去 如果说十天要是过了 意味着你再去银行 银行说这票不行了 过了 你重新开解 所以他一定要再提示付款期 那除了支票是十天 那两个票您知道吗 首先看汇票 由于汇票又有季期的 又有远期的 所以他付款期是不一样 见票即付的 记住要从出票日期 一个月内 必须去付款去 完成兑付 时间是出票日开始 不是十天 是一个月 剩下的这三种 都叫月晚期会票 等到这张票到期 您得想着要在多少天 是从到期那天开始 十天内去请求付款去 它是从到期了 就不是从出票日了 而且是十天 记住了吗 好了 这是一个 本票呢 从出票开始 两个月之内 赶紧去请求付款 所以这俩要记住了 汇票本票 支票是从出票日期十天 好 这就是提示付款期 所以下面提示 如果持票人 没有在这规定的期限内 到银行去请求兑付的 您就会丧失 对谁 对出票人 成对人以外的 前手的追索权 什么意思呢 我要给大家翻译 就是您只会丧失 对这俩不就是主债务人吗 汇票中 主债务人就是成对人 本票支票的主债务人 不就是出票人吗 他说你要没有在这规定的 提示付款期内 去找人要钱 你只会丧失的是 除了主债务人以外的 前手的追索权 就是说 你就不能找次债务人 去要钱了 你只能一根书上吊死 找主债务人去要 好吗 这是第一 第二 本票支票的支票人 要是没有在规定的提示付款期内 提示 就丧失对出票人以外 前手的追索权 一样 这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时候 他的主债务人就是出票人 好吗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 所以你过了提示付款期 你只是丧失追索权 但我这里问 你的付款请求权 也就是主权利丧失了吗 这个可没丧失 注意 这可没丧失 你看你拿支票 大家就赎了 我给你开出来这张支票 4月25号 你拿到票之后 一定要在10天内到银行 把它兑付完毕 如果你过了10天 你再拿这张支票到银行 银行肯定不能给你钱 但是意味着 我绝对就不能行使票据权利吗 不是的 你只能回来找主债务人 让主债务人再给你重开一张支票 这时就意味 你找主债务人 意味你的主权利并没有丧失 只是说 如果当主债务人 说我也没钱的话 中间有经过背书 你才得到这张支票 你就不能够找出票人以外的背书人去追索了 你就丧失20追索权 但你的主权利仍然还存在 你回头就找出票人 让他给你重开一张支票 你再继续去对付去 明白吗 这时不能说 哎呀过了10天了 你回头再找出票人去重开票时 出票人 谁让你过10天了 过10天我就可以不用给你钱了 那哪行啊 好吗 所以这规定提示付款机的意义 大家就明白了 目的就是为了保全你的哪个权利 追索权不至于丧失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 你的追索权 二次权利 要想行使保全保住它 它的保全措施就两个 第一 一定要在规定的期限内提示成对 第二 一定要在规定的期限内提示付款 这是为了保全你追索权不丧失的 两个重要的依据 如果你没有按规定走提示成对 时间过了 没有在规定的时间提示付款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以后 你没有完成 都会丧失对二次追索权 所以大家看出来 这个追索权的最主要保全 就是通过提示成对和提示付款 要在这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好了吗 你没有在这时间完成 只是丧失的是什么权 丧失的追索权 对吗 但是不丧失什么 不丧失付款请求权 所以这里面大家一定要在学完票据以后 把提示付款期 和我们全面讲票据权利消灭当中的诉讼时效期 一定不能混 这两个区别在哪 提示付款期如果过了 你没有行使提示付款了 这种时间过的话 你只是丧失了追索权 知道吗 但是你还可以行使付款请求权 你仍然可以拿着票据再来去行使权利去 所以你的票据中的主权利 你是没有丧失的 但我们前面讲如果诉讼时效过了 我们前面讲引发你票据权利丧失的时效期 两年的 六个月的 还有包括三个月的 看出来了吗 如果你在时效期内都没有行使权利 记住了 你整个丧失的是票据权利 大家怎么理解要丧失票据权利 主权利 追索权都没了 也就是说时效如果过了 你就不能够靠票据来实现你的债权了 不能用票据结算了 你丧失票据权利 但是你没丧失什么民事权利 你的民事债权照样可以行使 你是可以行使民事权利 什么意思 就是说对方欠你的这个货款 你就不能凭着票据去要了 你只能凭着你们俩签的基础合同 民事合同 你去要钱去了 你是依合同要钱 你就不能够依票据来要钱了 这个理解了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两个时间弄明白了 法律给你规定提示付款机的目的 是为了保全你的二次权利别丧失 如果你要过了提示付款期了 这个时候你只会丧失二次权利 但你的主权利仍然还存在 你照样可以平票去要钱去 就这么通俗 知道吗 你可以让出票人重新再给你开一张票 但如果诉讼时效要是过了 就以为你整个票据权利没了 这是不能凭票去要钱 你只能够是凭合同去要钱去了 OK 清楚了吗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两个时间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了 就这些东西一定要误 千万不要去背它才行 好了 这就是提示付款期里 需要大家把握好了 好 三个票据看好了 我们练练这道题 3月3号A银行向东方公司开具了一张本票 东方公司拿到票据后又背书转让给西方公司 看好了 A银行签发了一张本票给东方公司 东方公司拿到这张票背书给了西方公司 西方公司又把这张票赠送给了顺达公司 又接着背书是赠送 无偿赠送 给了谁 给了顺达公司 顺达公司又把这张票背书转让给顺发公司 又接着背书 又给了顺发公司 结果呢 顺发公司请求A银行付款的时候遭到了拒付 这是问顺发公司有权可以找谁去追索 看好了吗 好 3月3号的时候 看好了 结果到4月8号的时候 这个顺发公司请求A银行来付款 注意3月3号签出来的 他的提示付款期 他不需要成对吗 就是付款 应该是在出票日期多少 本票是几个月 两个月内 提示付款 3月3号 4月3号 5月3号 过这提示付款期了 没过 没过就意味着他完全可以行使追索权 对不对 好 下面问找谁追 找A银行行吗 找东方行吗 找西方行吗 找顺达公司行吗 行吗 都行啊 你只要善意的付了对价了 只要在提示付款期内 你没有丧失追索权 你要超过这个提示付款期了 那你就不能够找我们这道题当中 除了签发人以外的东方西方顺达 就都不能追索了 在两个月之内的 您是四个都可以 要是过了两个月的话 这个时候 你只能够去找谁去了 你就丧失对这三个的追索了 你只能找A银行 否则ABCD你都可以找 这就是过了提示付款期 跟没过提示付款期 影响你的追索是不一样的 OK 会了吗 好了 这就是这道题 没问题啊 这就是付款期 至于付款的效率 大家看 只要钱一付完了 票据关系全部消灭了 债权债务就消灭了 至于说付的时候 付错了怎么办 善意的 而且是没有重大过失的错误付款 票据关系都消灭 真正的权利人的权利 也因此而消灭 这个时候 你只能根据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 再找获得票款的当事人去主张权利 OK 只要付款人在付的时候是满足了善意的 而且没有过失 把钱就给了对方了 但是实际上没有给到真正的票据权利人 这是票据权利人 你不要去找人家付款人 你只能找那谁拿着钱了 你以不当得利 你去追他去 好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如果是恶意的重大过失付款的 即使付了 并不发生付款上的效力 票据关系并不导致因此消灭 真正的票据权利人权利仍然存在 所以各个债务人的票据责任继续存在 这个时候的付款不产生票据消灭 付款人因为已经对提示付款人发生付款 导致损失了 你只能变成了债权人 按照民事侵权责任 你找那个拿钱的那个人去赔偿 所以大家看出来 如果付款人是善意的 没有任何过失的话 这是导致给谁带来损失 给真正的票据权利人带来损失 你只能依据民法典的规定 去找那不当得利人要钱 如果你付款人本身有重大过失 不该给的 你给了那人 那人冒领走了 这时候怎么办 你的付款人要承担责任 你照样得给人真正票据权利人 还得给钱 给你带来的损失 你去找那个不当得利人去要去 好了 两个点大家看完了 接着 期前的错误付款 什么意思 如果开的是一张远期汇票 结果在到期日前付款人就付款了 而这个提示付款人也是真正的权利人 这样付款的效果跟到期后是相同的 本来没到期 你付款人不应该给他付钱的 结果你还就付了 只要给的那个人给对了 就是真正的权利人 就无所谓了 但如果发生了错误的付款 即使你付款人是善意的 没过失 你仍然要自行承担责任 谁让没到期你就给他钱呢 这样你哪怕是善意的 你得自己承担责任 所以他就把后果当成是 你有恶意重大过失 损失一律自己自付 所以这张票没有到期之前 付款人绝对不要付 付了付了造成一切后果 你付款自己付 好吗 好了 这就是整个付款 所以付款这个环节相对蛮简单 大家主要记住的就是提示付款期 只要把提示付款期记住了 是十天还是一个月 还是两个月 不仅记住时间 还要清楚是出票日开始算 还是到期日开始算 就可以了 好 最后一个环节 追索 这是分析题 往往必考的 一考票据 必考追索 好吗 好 这个追索里 第一个要清楚 行使追索权 应该具备的实质条件 我们在前面讲 它是二次权利 它必须是在符合 法律规定的条件下 才能行使 这个条件是什么 既要具备实质条件 还要具备 行使上的条件 两大条件都应该具备 而实质上的条件是什么呢 这就作为一道多选题 大家要刷题 不用背 想一想 都是因为你的主权力不能得到实现了 所以你才能行使 那么怎么能证明你主权力不能实现呢 第一个是到期时已经遭到拒负了 那就因为你主权力不能实现 可不就追呗 到期前就被拒绝成对了 到期前发现成对人就死亡了 都跑了 到期前发现成对人就被宣告破产了 这些都意味着你主权力肯定实现不了啊 这个时候才可以行使追索 你要知道这个还用背吗 根本不用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行使上的要件也得具备 因为你这时是找你的当审以外的前手去追 这个追的时候必须得举证 所以行使要件其实就是让你拿到证明才行 拿什么证明呢 必须得出事 怎么遭到拒绝的 遭到拒负的 发现对方破产的 你拿着破产裁定 拿着这个公告 这才行 如果你不能出事相关证明的 就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 但是不丧失 对主债务人的付款请求权并不丧失 所以你要行使追索权 一定得拿举证 证明什么 找前手要 前手说 你为什么来找我要啊 哎呦 那个付款人 他不能给我钱了 银行拒付 你拿拒付理由书 你发现说那付款人已经破了 拿着破产裁定书 你什么都不拿 人家前手是不给你钱的 好 这就是刑事要件啊 都具备了 大家看具体追索权 怎么行使呢 要付有一个通知的义务 通知什么 持票人应该在收到了被拒绝成对 被拒绝付款的证明之日起 要在三天之内 把被拒绝的室友 要通知你的直接前手 直接的前手 就直接跟你做真实买卖合同的这个当事人 也可以同时通知其他的被追索人 没限制 没有限制 但是你没按照规定的三天 发出追索通知了 怎么办 照样可以行使追索权 也就是说你没进到通知义务 并不影响你权力的行使 但是因为延期通知 给前手或者给出票人带来一定损失的 由你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知道吗 赔的金额就以汇票中的金额为限 这一段话看完了 知道什么意思吗 举个例子 A公司出票 开给了B B又背书 注意 又给了C C又接着背书 又给了D 看好了吗 D呢 又接着背书给了E 记住 结果E到银行兑付的时候 一旦要遭到了拒付了 主债权实现不了了 这个时候E公司就可以行使追索了 这个时候他在追的时候 一定记住了 首先他得举证 他得拿着银行拒付的理由书 拿着 然后在三天之内 D相当于就是E公司的直接前手 明白吗 为什么 因为你把货物给了他 D是你的合同当事人 你把货物给他 现在遭到拒付 你拿不到钱 你回头当然去要找你主合同的当事人 你找他去追去 按理来说 应该在三天之内通知你的直接前手 按理来说 你的前手也应该是在三天内 再通知再前手 是不是 一般是一个一个这样通知 但不是的 他说你这个E公司最后的持票人 你可以在三天内通知D 你也可以三天内直接就通知ABC都行 不是说非得一个一个这样通知 为什么 这张票上都有他们的签章 所以你最后的持票人在追的时候 你就找票据上签章的人都通知他们 没有问题的 但往往实际当中行不通 因为什么 因为你E公司跟ABC你们都没有交易关系 都根本不相干 你也不认识人家 所以你很难去通知人家追 往往往你在追的时候肯定是通知你的直接前手 他跟你做合同 所以他欠你钱 你应该追他 他们俩之间有合同 他们俩之间 所以应该是一个一个追 但是实际票据里不受这个限制 你可以在三天内通知ABCD都行 为什么呢 后面告诉你 因为所有这些前手对你E公司来讲 付的都是连带责任 连带意味着什么 没有先后 你找任何一个债务人 他们都应该要对你承担票据责任 既然没有先后 所以你三天内你都通知是没问题的 好吗 但是正常情况下 你可以先通知D D接到通知也应该在三天内通知C 如果现在出现了你的直接前手D 在接到了被追索之后 没有在三天之内通知C 下面就问E公司能不能直接找到C 来去追索 这个时候C公司能否对抗这E公司 你不能说咱俩也没交易啊 我又不是欠你的钱呢 能对抗吗 不能对抗 这个时候E公司照样可以找C来追索 追索完了 C把钱给了E之后 C就可以找谁去要 找D呀 你俩是合同当事人 C就相当于说我替你把钱给了呀 给完了回头我不得找你去追去吗 没问题 好吗 好了 这就是整个追索的整个程序 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好了 追在追的时候 追索的范围呢 一定看最初的追索权 什么叫追索权 就首次找你的前手是找你的直接前手 去追索的时候 记住不光是票款本身了 还有什么 从到期日一直到清长日由此带来的利息 延期直付嘛 还有相关取证的费用 找直接前手追就不光是要票款了 还可以要利息 还可以要费用 你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了 它的二次追索权 追索权的范围 追索权的范围 要大于哪个付款请求权的范围 看见了吗 付款请求权的范围仅仅是要票据金额 但等到追的时候呢 不光要票款了 还有利息费用 看出这特点了吧 好 这是第一 再来看再追索 也就是找再前手来追索的时候 大家看 不光是已经清长的全部金额 再加上利息和相关的费用 像我刚才的例子 E公司先找D公司 D公司在清长完了之后 接着再找C公司 再接着需要 好吗 总之这个追索的范围 要比付款请求权的范围要广 这个特点看好了 最后找谁追索呢 谁是被追索对象 这才是重点分析题的地方 记住了 出票人 背书人 成对人 保证人 都要一起付 什么责任 对连带责任 所以这里你就会发现 这个成对人既是主债务人 又是被追索的人 都可以追 这些人 连带表现为什么 表现在第一句 不按照先后顺序 所以它叫不分先后 你找谁都行 对其中的任何一人 数人 全体都可以追 所以我们刚才讲 你三天之内 你全通知都行 你光通知你的前手也可以 原因就是因为付连带 它不分先后 你已经找了其中的一人 数人都已经进行追索的 对其他的债务人 仍然可以行使追索 这话理解吗 你已经找了你的前手 可是前手不一定全都能给你票款呢 当你得不到全部票款时 你继续再找其他的人要 可以吗 完全可以 所以呢 这个追索的时候 一定记住三句话 第一 不分先后 第二 不分一人 数人 第三句 已经找前手一人追的时 不影响继续再找其他前手追 三句话 大家把握好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提出 如果持票人 你没有在规定的提示付款期内 提示付款 那你就会丧失对主债人以外的 前手的追索权 那你这追索权就不能追了 你要是没有在规定的三天内 发出追索通知的 不影响你追索权 照样可以行使追索权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时间 你是在过了提示付款期呢 还是在追索时 过了三天通知期 不一样 第二个 凡是背书人 写着不得转让字样的 后手再背书的 原背书人 是可以拒绝承担责任 所以你对原背书人 没有追索权 好吗 这我们前面都讲了 凡是持票人 对伪造人和被伪造人 是没有追索权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负票据责任 第三了啊 第四 保证人在清偿完债务后 是不仅光对被保证人 以及所有的前手都能行使追索权 原因是什么 票据上的保证是独立的 它是独立行为 它照样看成是权利人 好吗 最后发生了回头背书的话 最后的回过头来 最后持票人是出票人 他就丧失追索权 他不能接着往后手去追 你票据上的第一人就是出票人 就没法追了 如果转了一圈 最后持票人变成背书人了 你不要接着往后手追 你只能够往前手出票人去追 OK 这就涉及到追索里面 把这几个点看好了 好吗 这就是关于追索里面 要具备实质要件 还要具备刑事要件 具备的情况下 怎么去追 几天内通知 找谁去追 这些人都承担什么责任 大家都会了 好 下面我们就来练一下这道题 我们来看 假公司在跟乙公司在交易中 获得了一个乙公司签发的 注意他是出票人 乙公司签发的是一张银行承罪汇票 付款人写的是谁呢 是丙银行 付款人写的是丙银行 还好吗 好 那么假公司在向王某 因为购买了一批货物 又把这张汇票背书转让给了王某 以支付货款 但是背书时写着了 不得转让四个字了 结果呢 王某拿到这张票 又背书给了张某 于是张某在向丙银行提示成对的时候 注意 不是提示付款 他还没成对呢 意味着这个时就遭到了拒绝成对了 明白吗 当他遭到拒绝成对了 当他遭到拒绝付款的时候 他都可以找前手去追 这是根据票据法的规定 张某可以行使追索权的是谁 我们读完这道题记住了 以后在票据里出分析题的时候 一边读一边在草稿纸上就把这人物关系要看好了 这道题的最大特点是 他要是没有成对 真正的付款人还是出票人 清楚了吗 好 这是他还没成对了 写着他是付款人 因为汇票是违付证券 假公司拿到这张票之后呢 又接着背书 这道题 背书给了王某 当他在背书时 假公司就写上了四个字 不得转让 这叫任意记载事项 按理说王某就不应该背书 结果他还是接着又背书 又给了谁 又给了张某 看到吗 结果张某到丙银行那 要求他要成对的时候 请求丙银行来成对时 就遭到拒绝了 丙银行就拒绝 那就意味着 这个银行没有成对 他不是真正的付款人 OK清楚了吗 他只有成对了 他才真正变成主债务人 这一遭到拒绝成对 不就满足了 行使追索权的实质要件了吗 被拒绝成对了 被拒绝付款了 你都可以找前手追 那么下面问 张某能够找谁来追 看好了吗 首先你的前手王某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你找这个出票人 乙公司 他才是真正的付款人 找他行吗 行 找假公司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假公司写着不得转让 所以免受追索 找丙银行行吗 银行没有成对 这个时候银行没成对 他不是真正的付款人 他不承担付款责任 你不要找他追 如果这道题说了 银行已经都成对了 那找他追行吗 完全可以 所以最后准确的答案 只有A和什么B 千万不要选D 好吗 这就是关于追索里面 这大家清楚就可以了 好 到这为止 整个票据 全讲完了 好吗 好 所以呢 票据整个的流通环节 怎么签票啊 怎么背书啊 然后怎么成对呀 什么时间付款呢 遭到拒付了 怎么去追索呀 你看这都是实操性的东西 大家学完这些以后 一定要把它融会贯通 在一个分析题当中里面 其实非常简单 看好吗 好 我们整个票据全部结算都讲完了 拿理论跟实际相结合 我下面最后给大家总结 实践当中 记住了 A公司 给B之间 我就简写了啊 要不然这个地方不够 A首先给 B签发了一张票据 就完成出票行为 这个出票行为的前提 一定建立在 A和B之间 签了一个买卖合同关系 基于这个基础关系 所以A就变成了 基于合同中的买方 B相当于合同中的卖方 因为有合同的买卖关系 所以买方就应该 付给B公司货款 所以就完成了 第一步出票行为 那下面就问 A此时开给B公司的这张票 问你是否有效 这叫出票行为 是否有效 开出的是否是一张 有效的票据 很重要 如果出票行为就无效 就是一张废票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A在开给B的时候 就要看你开的是会票 开的还是本票 开的还是支票 就出来了 当A开给B的时候 三种票据 要想保证出票有效 大家在这个环节中 一定记住 绝对的 必须的 要记载的事项 那就必须得知道 如果你欠缺这些 绝对必须记载的事项 你开出来了 它也是一张废票 好吗 这个时候大家要记得 就是只记会票就可以了 绝对必须要记得 听好 第一 会票两个字 字样必须得有 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必须有 然后是付款人名称 收款人的名称 确定的金额 然后写出票日期 最后出票人一定要签张 当A公司把这张票签给了B的时候 一定要签张 如果此时A公司的签张都不符合规定 它是一个无行为能力的 或者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的 那对不起整个张是无效的 会导致整个票就无效了 所以只要出票人的张不符合规定 整个票是废票 第一 第二 只要他张没问题 但是他记载的事项不全 缺少一个绝对记载的 这张票也是废票 这样B公司是不能取得票据权利的 好好把绝对记载事项记住 这是用来判定你出票是否有效的 好吗 这个要记住 至于说相对记载的事项 哪怕你没记就不影响你票据行为的有效性了 你出票行为照样有效 汇票当中里面如果你没写付款日期 就推定为你给B开的是一张见票就付的 如果是付款地跟出票地没写三个票据一样 就都推定为是你各自的营业场所 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 但是并不影响票的有效性 出票行为照样有效 好吗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第一个出票行为 在这个环节中 我们最主要记住的地方是在两点 第一点 应该建立在有基础关系的前提下 这样你开出的这张票据才应该有效 你没有真实交易情况下 你把这张票开出来 这就属于套现行为 明白吗 这个行为是无效的 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 这是第一点 那么B拿到这张票了 接着正常情况下 他就开始背书了 完成了背书 好 背书给了C C很有可能再接着 背书给了谁呢 给了D D很可能接着又背书 又给了E 票据法上对于背书的次数是没有限制的 好 下面就开始 不管是哪个背书 首先记住了 票据的行为都是独立的 一个背书行为无效 并不影响其他的背书行为效力 OK 所以我们在判定他每一个背书行为 是否有效时都是各自独立的 判定背书如果是否有效 也是要强调拿绝对记载事项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地方是 在什么情况下背书行为是无效的 把无效的情形一定要记住了 第一点记住了 背书人在背书时一定要签章 背书人如果不签章 背书行为无效 它属于绝对记载事项 至于没写背背书人的名称 并不绝对导致无效 只要这个背背书人拿到之后 把它补充上了 写上自己的名字 背书照样有效 第一点要清楚 但是如果背书人尽管背书了 但是章不符合法定要求 这时只是他自己的章无效 不影响到CDE的欠章 照样有效 这清楚了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背书在给C的时候 一定是全部的背书转让 债权一定全转让 绝对不能部分转让 如果部分转让 背书绝对无效 这时权力还在B这 C是不能取得权力的 第二是B不能把这张票 分别背书给C和D 这个整个背书行为无效 C和D都不能取得票据权力 大家一定要把无效的情形看好 第二个在考试当中考如果背书人在背书时付了条件了 附加一定条件之后才背书给了C 您就记住 这个条件本身是无效的 但是整个背书行为照样有效 有效就意味着权力照样发生转移 这是第二个要考大家 好吗 第三个要考大家 背书人如果在背书时写了四个字 不得转让四个字了 这是完全可以的 只要写了 记载就生效 这是如果C又把这张票又背书给了D的 这是这个B对他的C后手以外的D和E 就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这个时候这个B就免受追索了 导致的后果就是免受追索 后面的持票人一律不能找这原背书人行使追索权 OK清楚了吗 好了 这就是不管哪一次背书 你都独立的去判断它 至于一个背书行为不符合这些要求 不影响其他的背书行为 其他背书行为照样有效 好了 这就是背书里需要大家就关注这一点 如果满足了背书是有效的情况下 后果是什么 背书权力就发生转移了 背书人就变成债务人 背背书人就变成债权人 背书人不仅变成债务人 关键是得要承担担保责任 一旦最后的持票人得不到票款 他都可以找女员背书人行使追索权 好吗 好这一点 紧接着 在背书次数多的情况下 难免会发生什么问题 就接着考有伪造行为 就有变造行为了 一旦出现伪造变造的情况下 当最后的异公司 遭到了拒负的情况下 你就应该知道后果是什么 如果你经过调查 发现你手中拿的这张票 是一个伪造了千张的 这样的一张票 那您就记住了 您在追索的时候 第一不能找被伪造人 第二也找不着伪造人 您就找谁来追呢 找票据上真实签章的人 谁真实的 张没问题 您就找谁追 看好了吗 好 由此给这些签章人带来的损失 让伪造人去赔就可以了 如果你调查发现 你手里的这张票据 是变造的情况下 因为张都没问题 这个时候你在追的时候 找所有签章的人都可以追 但是追的时候 金额不一样 张是在变造之前前的 你就按照变造前的金额数字 他的张是在变造后前的 他就只能按变造后的金额数 好吧 这就是背书次数越多 它中间会发生伪造变造问题 好了 这些要清楚了 看完了 接着一再拿到了这张票 他就变成最后的持票人 他不想在背书的情况下 那就要看下一步 他应该怎么去行使权利了 这时就要看一手中 拿的是一张什么 是拿的是远期的汇票 拿的还是本票 拿的还是支票 就要取决于这儿了 如果此时一公司手里 拿的是一张远期的汇票 那你在行使付款之前 得先要完成成对行为 你不完成成对 你没法行使付款请求权 但如果你一公司省里拿的是本票和支票 你不需要成对 你直接就可以行使付款请求权 所以这个时就出现了 一旦一拿的是一张远期的汇票 他就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去完成成对 一般是找谁来成对呢 这个E公司可以找A公司的开户行 开户银行 找他来成对 如果银行给你成对了 这就是一张银行成对汇票 如果是A公司 你找他 你找的是他 他来成对了 那就是一张商业成对汇票 组织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成对 你手里拿的是一张定日付款 出票后定期付款的 你一定要在这张票到期日前找A或者找银行 过期你就会丧失对BCD的追索权 你要拿的是一张建票后定期付款的 你一定在A公司出票以后 一个月之内就得完成成对 否则你就丧失追索权 所以你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那你在规定的这个时间完成了 不管找到银行 还是找到A公司 这两个人作为成对人 成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必须时间在三天内做出表示 三天内只要没做表示 一律视为拒绝成对 一律视为拒绝 好吗 这是不视为这成对行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成对人不管A公司还是银行 在成对时一定得写上成对两个字 绝对记载的事项 两个字得有 而且必须得有成对人的签章 这个成对才有效 第三点 这个A公司也好 银行也好 成对时一定得要无条件 如果你这时成对付条件了 那就视为拒绝成对 这是你来衡量他成对人到底承担不承担付款责任 你看他成对是否有效 好了 这就是远期的把成对这些一定要看明白了 好了吗 如果拿的是本票和支票 那就见票就付了 不需要成对 那您直接就找到银行 这时候银行要么是主债务人 要么就是一个代理付款人 他给你办理对付问题 但这时候如果一旦你找到银行 在你行使第一次付款请求权 在要票款的时候 这时又受到了时间的限制 也得在规定的时间内来行使付款请求权 如果你手里拿的是一张远期会票的 应该是在到期日期十天内必须去对付去 拿的是一张什么 这个见票就付的 你要从出票日期一个月之内 就得找银行去对付去 你拿的是本票的 应该出票日期两个月之内完成成对 完成对付 如果是支票从出票日期十天之内 你就得到银行去对付 你不在这个规定的提示付款机内 提示付款仍然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 但是都不会丧失对成对人付款 出票人的主债务人的付款请求权 所以这就是限定提示付款机 好吗 所以在这个环节 你在行使主权力的时候 唯一的限制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行使 好 当你在规定的时间内去找银行要的时候 结果一旦要遭到拒付了 此时下一步就问大家 这个付款人的拒付理由是否成立 就要考抗辩了 抗辩的时候一定要看银行拒付的理由 是说你持票人拿的这张票有问题 还是说就是对抗的是你这个一公司持票人 如果他认为你一公司拿的这张票本身有问题 说票上记载的权利根本不存在 过了诉讼时效了 记载事项不全了 还没到期了 银行只要以这些理由绝对抗辩成立 知道吗 抗辩就绝对成立了 成立就意味你的主权力就没法实现了 这个时候你就依法行使追索权金了 这是第一个 抗辩绝对成立 但如果银行对抗的是你这一公司 说你这持票人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看 此时你这最后的持票人 当你在取得票据权利的时候 你是直接从出票人那取得 你还是从背书人那背书取得 如果这是你是从出票人或者背书人那取得的情况下 第一一定要满足是否是善意取得的 不能是欺诈偷套的 第二个是否给付了对价就显得非常重要 只要你满足了善意的 而且是付了对价的情况下 此时银行是往往不能对抗你这意的 为什么 因为只要这个意不是跟你这A公司直接的合同当事人 是基础关系以外的第三人 这个时候你是不能对抗的 不能以什么 不能够以跟前手之间的室友来对抗人家A公司 这就是对人的抗辩要加以限制 所以将来考试就问你此时这个抗辩成立吗 这个是如果A和E是直接基础关系的 相对人完全可以抗辩 你E只要对A违约了 A当然不给你钱 但如果说你E和A不是直接当事人 E是通过背书才拿到的 这个时候只要这个最后这持票人是善意的 是给付对价的 看见了吗 甚至此时他都不是给付对价 但他的前手满足了善意的 而且给付对价了 这时候A照样不能对抗这个E 所以一定要把这抗辩一定要用好了 好了吗 好 所以总之不能以基础关系为由来对抗这持票人 甚至我们考试时说了 这个银行在审查这个票的时候 跟E说了 看你票没问题啊 但是我知道你们之前的那个合同 本身被认定为无效了 他以基础关系有瑕疵无效来对抗E公司 成立吗 不成立 基础关系的瑕疵对票据行为不产生影响 这样把前面的理论就都给大家讲清楚了 好了吗 好 这样的话在行使付款请求权的时候 重点考大家就是最后的持票人 你的票据权利取得应该满足的条件 必须得知道 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您才能获得票据权利 才不至于遭到抗辩 但是一旦最后的付款人对你行使抗辩的话 你要会判断这个抗辩是否成立 是基于对您人的抗辩 还是基于你拿的这张票来抗辩 那是不一样的 对于物的抗辩是任何限制没有 但是对于你这人的抗辩 那就要看你这个人是如何取得票据的 你的权利能不能够受到法律保护 好了吗 那么一旦要抗辩成立的情况下 那就意味着你一公司的第一个主权利不能实现了 这时你就可以有权找你的前手去追 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应该在三天之内复有通知义务 你的直接前手也应该在三天内通知他的再前手 但你持票人也可以在三天内同时通知所有的前手 都可以的 哪怕你没在三天内通知 都不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 因为你追的时候 第一不分先后顺序 找谁都可以追 第二个是不分一人数人 第三是找其中的一个前手追的时候 都不影响继续再找其他前手追 但是唯一在什么情况下 追索权就不能行使了呢 第一个告诉你 如果某个背书人在背书时写着不得转让字样的 那你这持票人就不能找这样的背书人来追索了 第一点 第二个 如果发生了回头背书 E公司把这张票又背书给了A公司 A是出票人 E公司要遭到拒负就没法追索了 如果A又接着回头背书又给了B B要是遭到拒负了 他只能找A来追 他不能找他的后手去追 这就是行使追索权 好了 整个我们这例子 就把我们所有前面的板块内容都揉在这里面了 该讲的我都给大家讲到了 这不就讲故事吗 你就把它跟电影一样 第一部干什么 第二部干什么 大家能够清楚就OK了 好了吗 好 除了这些正常的程序之外 如果中间穿插一个 哎呦 还给这些个票据的当神提供了担保 还出现有保证人吗 那您就记住一点 当持票人找保证人的时候 第一保证人是绝对不能抗电的 他因为必须付的是连带保证 而且他跟这被保证人负的是同一个身份责任 当他在承担了保证责任之后 他绝对享有票据上当神的权利 他不仅是找被保证人追 还可以找所有的前手追索权 这个清楚就可以了 好了吗 好了 这样的话 整个票据 这一章里最难的就是在这个票据里面 希望大家把票据一定要把握好了 好了吗 所以连理论再实现 大家创好就行